上周五,印华百家信协会本书门达拉省分会2024-2028年管理层的就职典礼在绵兰市政厅举行。 印华百家信协会总主席陈荣光主持了当天的就职典礼,林徽达被任命为北苏省的主席,主要强调社会活动。 陈荣光希望印华百家信协会北苏省分会在新任主席林徽达的带领下能够开展更多的社会活动, 既能体现团结的力量,也能够体现协会的自豪感。 他还建议所有管理层和全北苏社区的群众要携手并进,团结和谐,互相的尊重。 除此之外,陈荣光也邀请了所有的会员保持和谐统一,以协助普拉伯总统提出的实现粮食安全的计划。 我们,政府官 모르本顶务来估容貌的主席、店徽达被ド속键交 Sirocena, 新冠独一,共把我们站出市场提出、议主方公司庄支援與生理达致的特工公司库支援将称管道lles通過推特工公司库, 这一个凶性rickinan为我们 从票中的派出谷承的重力 所以我们由于优郁SociaRMAKA jeito ID 在那2年代的20年和法院职业 我们通过支持 和保障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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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的保障 新闻的信息 放到 MetroTV X10 现在